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韩国犯罪电影《恶人传》 2005年8月,天安市已经发生了多起谋杀案和失踪案 警察尚未破案 这对于有着风景之称的郑太熙非常愤懑,找不到杀人犯 于是,她就找当地的黑帮麻烦发泄心中的不满 画面转到一间高档的健身会所 当地的黑帮老大张京东正在对人肉沙包锤打 恶人形象净显无疑 不久之后,另外一起杀人案尸体被人发现 死者身上中了十多刀,死于失血过多 死者车辆有追尾痕迹 郑太熙猜测这是一起随机杀人案 与此同时,在某个高档会所里 张京东和许善东正在对分地盘进行商讨 可是许善东的胃口非常大,不满现有的地盘分数 作为警告,张京东生生地将许善东 头号马仔卷发男的牙齿拔了下来 隐喻告诫他,胃口太大,小心崩断了牙齿 警局内,他们正在对死者崔正柳被杀案进行分析 局长简单地就将其定性为抢劫杀人案 还将此案委托给一队 作为二队队长的郑太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最近三起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 三起案件的凶器都是刀 其他几人对此看法不赞同 这次案件简报也就不欢而散 晚上,张京东让自己手下散了 他独自开车回去 在回去了路上,张京东的车本人撞了 他下车简单检查一下 发现自己的车受损不是很严重 对方开的是一辆便宜车 大度地不追究他的责任 便转身准备回到车里去 谁知道这个神秘撞车人不依不饶 从背后偷袭张京东刺伤 身体强壮的张京东也不是吃素的 奋力反抗也将他的左胸刺伤 见势不妙的杀手开车逃逸 临走之前还把张京东给撞飞 这可能是最惨的一个黑帮老大吧 经过两个小时的紧急抢救 张京东终于苏醒过来 他觉得自己丢脸了 文讯赶来着郑太西 希望他配合检查工作 找到那个变态杀人魔 张京东不屑地说道 我昨晚半岛才受伤的 他也懒得搭理冷嘲热讽的郑太西 张京东就请来了专门的素描专家 对那个杀人狂进行素描 郑太西为了让张京东 交出江京许的相关线索 查封他的非法老虎机游戏厅 两个人在谈判的时候 郑太西告诉张京东 刺杀他的人是一个连环杀人犯 那是一个杀人毫无规律 不分青红皂白的变态杀人狂 郑太西希望尽快地将他抓捕 然后让他牢底坐穿 但是张京东并不满足这样 很快江京许的凶器 被张京东的手下找到 由于江京许到处流窜揍案 所以将其抓到的难度有点大 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 张京东决定和封锦郑太西合作 因为声誉就是一个黑帮的一切 张京东会提供人力和线 他俩相互共享信息 谁抓到江京许就由谁处置 所以郑太西先抓到 江京许就会走法律程序 张京东先抓到呢 就会由他处置 郑太西思考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黑帮和警察联手抓魔鬼 想想的刺激 但是张京东为了保障 用高科技将刚才的那一段画录像 郑太西无能狂怒 只能一条道走得黑了 双方人马紧挪密布地开始搜寻江京许 与此同时 张京东秘密下令了一个命令 让德力干将吴松 用连环杀人案的凶器 将黑帮老大徐善东杀害 见证科在这把凶器上 检测到大多数为最近谋杀受害者的DNA 将这几起案件定性为同一人所为 郑太西知晓之后感到非常愤怒 他知道 许善东是张京东派人杀死的 因为张京东和许善东之间有着地盘之争 郑太西跑来质问张京东 混蛋 是不是你杀了许善东 张京东轻描淡写地承认 就是他做的 两方的合作出现了隔阂 媒体的报道 连环杀人案造成了空前的社会舆论和社会恐慌 公安部门成立了专门的重案调查组 由于担心自己的功劳会被抢去 警局一队的成员对重案组 轻则辱骂重则动手 活脱脱一副黑社会的形式作风 江京许也看到了这则新闻 知道有人假借自己之手杀死了许善东 他便将一个便条交给了卷发男 上面写着 有人用我的刀杀死了许善东 事后郑太西和许善东正在拆除 疑似占有凶手方向盘套时 卷发男带着一群马仔 准备将张京东杀死 为自己的老大报仇 郑太西和张京东只能接力合作 共同对抗敌人 在激烈的打斗过程中 郑太西失手将卷发男杀死 这是郑太西第一次杀人 他显得手足无措 但是这对张京东来说 这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的事 歪了一个坑 包起来就搞定了 第二天 在警局的郑太西 还没有从杀人后恢复过来 便被上司叫醒 去处理一次绑架案 受害者是一个风险资本家 对方非常狡诈 多次更换地点试探 最终才说去吉尔小吃店见面 女方家属在小吃店惶恐不安 将手提包交给了老板娘 劫匪在一旁观察 但刚好被同样在天台的郑太西发现 他连忙让同事对其包夹抓捕 可是劫匪的体力实在是太好了 在交错复杂的小巷中 轻松地将三人甩掉 但是终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见证科的师姐 找到了方向盘套上 DNA的真实身份 此人居住在一个优森的地下室 一番搜寻之后 郑太西终于找到了两张照片 这对比张京东提供的素描项后发现 两者几乎完美匹配 郑太西马不停蹄地联系张京东 两个人相互结合手上的证据 终于确认连环杀人案的真实身份 江京许 35岁 小时候受尽父亲的虐待 孤儿院长大 现在每天都会给他70岁的母亲打电话 追踪他的电话后 锁定他近期出没在本市的大京区 一声令下 警方和黑帮开始对大京区进行搜查 这里有成千上万的老房子 对于江京许的搜查 无异于大海捞针 一天 张京东在路边等车的时候 旁边一名高中女生恰好没有伞 他大度地将自己的伞送给了这名女生 可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苦苦搜寻的江京许 就在这辆公交车上 很快噩耗传来 高中女生被杀害 看着那把熟悉的雨伞 张京东彻底怒了 他立马将手下全部派出去 搜索32号公交路线附近的每个角落 最终在渡望汽车旅馆发现了踪迹 可是江京许才刚刚离开 于是这里被埋下包圈 静等江京许回来 众人紧绷着一根弦 严密注意来往的每一辆汽车 不久之后 江京许开着一辆白车回来 可是此人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 发现一点痕迹就开车逃跑 在狭窄的小街道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 最终在一个三叉路口 将其堵住 虽然说车子停住 但是江京许开始再次逃窜 三个人只能够分散追击 吴松被他从背后偷袭连中树刀 临死前还为张京东指路 顺着血迹 张京东来到了一家KTV 他敏锐地发现了两名神情非常不自在的女孩 他指了指卫生间 两名女生无声地点头示意就在那里 心仇家旧恨 张京东利用自己强健的身躯将门撞烂 他一拳又一拳地发泄 很快就将江京许打得不省人事 随后将其带回自己的秘密窝点 又是一顿拳拳倒肉的殴打 正当张京东准备一刀结束他的生命时 郑太希开车撞了进来 将血肉模糊的江京东带走了 在警局的这一刻 郑太希内心非常开心 自己终于把这个连环杀人凶手抓捕归案 外面是被害家属的嚎啕大哭 作为罪魁祸首的江京许 却在医院内吃得正香 丝毫没有一丝悔改 而作为抓捕行动中立下功劳的张京东 正在被警察通缉 因为犯非法改装和售卖老虎机 张京东的手下被全部抓捕归案 只剩张京东一人在逃 而江京许这边 警方只有间接证据 根本没有办法给他判死刑 他手指上没有一个完整的指纹 虽然有凶器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这把刀是江京许 但是张京东是江京许刀下的唯一幸存者 他自首出席 当庭指证 江京许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他将自己的衣服脱下 将自己身上的伤口作为证据 而且江京许左胸上也有他刺的刀疤 以及那条便条都将作为直接证据 最终江京许成功地被判为死刑 在江京许入狱后不久 张京东就调到了他所在的监狱 这就是张京东出席作证 和郑太西的交换条件 望着坐在木凳上悠闲看书的江京许 他邪魅一笑 在浴室里 张京东拎着粗绳子走了过来 两人面对面争鸣一笑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